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是 我也不知道 当然我刚醒 所以我醒来就是 一个化妆妆的样子 今天的Vlog内容呢 就是在居家时期 带大家一起做个早餐 Let's go 我想要今天做点什么 做我自己做的吧 一般就是 以鸡蛋为主观 就是做一个蛋类的烹饪 然后再弄一碗酸奶 撒点水果进去 好 我们先拿点鸡蛋 开始吧 我来了 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猪蚀帽 OK 开始吧 给大家表演一个单说的这个 哈哈 哈哈 这种不实在挺解谅的 刚才准备去做了 OK 准备一个锅 先起骨的香油 嗯 嗯 嗯 哦 我这个倒是橄榄油 感觉到橄榄油上面的这盆鞋 所以这个蛋黄还好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分成三层 然后倒大概 试一下 可以成形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翻过来 差不多是这样子 OK 最后一个蛋也有点少 但是没有关系 嗯 就这样吧 哎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这个先在这儿备着 然后我们去准备一些 这个先在这儿备着 然后我们去准备一些 然后我们去准备一些 嗯 我干嘛了 嗯 水果酸奶 来点 这个 无糖酸奶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不太能get到 这种无糖酸奶 但是 这样子的酸奶 加上水果 味道刚刚好 然后我们把蓝奶 放上去 敲敲一碗 OK 这是我的 早饭 当然不能少了 早晨的必备美食 好 OK 拿着我的美食必备饼子来 美食 美食必备饼子 好 今天喝点啥 喝一个这个 嗯 终于了 喝一个这个 和这视频 是真的无法理解 这次是此刻有多香 好 OK OK 我们现在用了一杯 这样子的 我们拿着它 我的早饭做好了 唤醒的早晨 非常好 OK 我要开动了 拜拜 祝你们早晨愉快 远气满满 大夫做别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张远 然后我们 准备 我给大家 每天一天居家 在家里面都会干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 然后呢跟我就是互动一下 看看大家平时在家里面都喜欢做些什么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会做一些小衣服啊什么的 我正确非常厉害 但是我呢就可能要从基本手工做起 然后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手工 言归正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手工就是 这个缩片 应该算是一个挑战手工吧 我看见最近就是大家都会去做这个手工 我打算先从一个简单的开始弄起来 然后打算先画一个小花 小花 哎哟 好像画错了又好像没有 没关系 有像涂擦 有像涂擦 像涂擦去哪里了 像涂擦消失了 没关系那就不用擦了 好像失败了又好像没有了 我们先开始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个可爱的夏日葵也不知道能说 我们感觉这个像我妈妈过年的时候 给我动了那个炸鱼啊 我们那根筋筋颜色很大 但是一般第一个做出来会有一些简略是真的 但是我好像知道第二个该停错了 把它剪下来 感觉在家里面做做手工 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希望这个大太阳呢 赶走疫情 我们也要像太阳花一样 每天都可以开工程了 充满活力 我经常有的时候 看不通话圈 或者怎么样 看不通话圈 他们可能有的时候 也有在做这些手工 其实挺开心的 而且就是 我们这六周天 跟朋友们一起 就是做手工 然后呢 其实挺有纪念意义的 打个孔 因为 打孔失败 没关系 问题不大 果然啊 大家 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给自己留余地 可以可以 我现在在拿这个吹风枪再推开 我现在就给你这个了 好像这个还不通了 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怎么像是我 更像我妈做的假鱼汤了 但是人总是要经历失败 我决定再来一次 好 这是刚刚定一个失败的作品 像这个样子 我觉得从这里面就是吸取了很多教训 我觉得下一个能更好 所以说我们今天依旧挑战的是 水花花 哇 这个铅笔原来是分两层的 我刚吵了半天 我是绿笋 在哪里 看一下这是我创作的第二个画 这样一张挑 准备开始热缩 大家别问我为什么要戴口罩 是因为刚刚就是也忘了提醒大家 在家里面如果做这个的话 一定不得戴口罩 以防有利欺贴 就是保护一下自己的安全 好 我再输入第二个 这个是做好了 这也太小了 这个比较适合去干点什么呢 我知道了 就是融合我们前段时间 前几天那种我们做的手工 就是奶油胶 要不就把它当做奶油胶的零件 把它贴在手机上面 它现在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 把它做成了 感觉好了 感觉跟玻璃制品一样 轻盈剔透的 然后再给大家回忆一下 我第一个作品 我妈做的假鱼汤 这个叫做可爱的小花 好的朋友们 经过我今天一天的这个十手 还是觉得这个 就是要说简单吧 也还是挺简单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第一个作品 跨度非常之大 我妈做的假鱼汤 可爱的小花 像我妈看到了不要打我 谢谢 手下留情 好了今天第一交加热缩片体验 现在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希望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做一做 手工多多做一些尝试 拜拜 哈啰 哈啰哈啰 我现在刚在家 然后今天要给自己和朋友们做一个低纸的一个晚餐 然后我打算做一个空气炸锅鸡池 再做一个低纸的空气炸锅烤西兰花 现在我就要去备菜先准备了 现在给鸡翅做一个改刀 让它更入味 改刀之后也给它咽一下 我感觉我每次切的时候都是咬牙齐吃的感觉 这鸡翅肉很多 很肥 咦 你来啦 现在我带两层的手套 然后给它撒这个调料 先一层一层的撒 这样给它铺的匀一点 给它做一个小小的麻纱鸡 给它买一点 太搞笑了 怎么回事 真过敏 怎么回事 你就下次做饭戴口罩了吧 不至于不至于 所以现在为什么戴上了口罩 因为刚刚我打开气炸的太厉害了 不至于不至于 真香 然后现在放一个蜜质调料 真的这个粉呢 就是撒上以后裹什么都会好吃 而且这个粉还是热量很低的 这粉真的很香 我戴着口罩就闻到了 再加一点孜然 我们家是调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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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嗯 好吃好吃 真不错 由于刚刚烤的花菜已是不错 没多久就吃完了 所以我就离食 就加了一道包菜 烤包菜 等那个鸡翅烤好之后 把这个包菜送进炸锅里面 再来加一点灵魂 自然 这个色泽看起来就不错了 没有 我姬氏烤好 就可以把它送进炸锅了 哇 看看这色泽也太绝了吧 超级无敌香 超级香 出锅了 快看 浅尝一口吧 嗯嗯 烧炒味 像小时候徐特门口炸串 嗯 Good 今天要在家做一个晚饭 这个晚饭的名字叫 黑椒肥牛炒饭 现在开始准备 陈师傅上线 首先 要再来上水 好 接下来再上 烤的面子 这样子不会包到你 再追下来 再追下来 现在要做一个肥牛炒饭 所以先拿肥牛炒饭 有点多 要是有点多了 切一坨黄油 看心情切 切到多少 竟然多小 哎 真有劲 好了 够了 要让它成为一个黄金炒饭就是要把这个蛋均匀的先裹在剩饭上 为什么要用剩饭呢 因为剩饭的水分比较少 炒出来才会粒粒分明 专业吧 很专业的 吃什么碗吃 放进去 刚刚米一切的朋友 融化 放入了两个小时 陈师傅 开始制作艳皮 融化之后 放入肥牛 放到它 放鲜皮 好了 现在就另外把它弄出来 用筷子给它夹出来 把它的油留在里边 待会儿用这个牛油加黄油炒那个饭才会好吃 先把肉拿出来 把刚刚弄好的饭 弄进去 放入蚝油 一点点 再放一点 鸡皮 然后鸡皮 再放进去 鸡皮 我跟你讲 我放东西都是恰到好吃的 你能感觉到吧 现在用鸡皮 放一点 鸡皮 放一点 黑胡椒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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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东西都是恰到好处的 抹一抹 然后其实这个饭就要结束了 没想到的 这个锅吧 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锅把吃出来 虽然说这个锅吧不是很健康 但是它很好吃的 这有点困难了 算了吧 下一步是一些点缀 大厨的 麦夫大厨的点缀 海苔碎 海苔碎 再加上一点点 乌琴碎 这就完成了 再见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印堂少女 303 美丽张 乃琴 今天我为什么要给大家 是在车上 给大家拍的妆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有点着急 因为我这个妆呢 其实是差不多15分钟画完 然后很着急着急 所以没有给大家就是好好拍呀 怎么画呀怎么画呀 所以就在车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夏天的妆 我今天的妆呢也是平常的妆 就是有一点点眉毛呀 然后嘴巴口红就是纯纯纯纯的那种 今天腮红比较红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 还有什么 就是衣服特别化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手褐也可爱 然后今天我的小技巧呢就是 因为夏天嘛 所以我们的脸会很容易油 对吧 所以我的小技巧就是 就是多压一点散粉 这个不会很油 就是能 从早上到晚上 我的状态还是 是这样 所以夏天到了 多压一点散粉 然后呢 今天还带了 两个珍珠发甲 好可爱 我是天天每一天一直在戴这个 所以 我感觉是 让我 变年轻了一 丢丢 少女感 是吧 夏天一定要 阳光 正能量 对 就是 我的 风格 就是 泰国风格 夏天 的风格 还有我的 发型 今天也是自己 做的 而且也是 自己 剪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很像女 爱吗 好可爱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 那么可爱 我今天的妆 就是差不多到这儿 看看 给大家看 敬意点 看我嘴巴的颜色 好可爱 从这里开始 这个手的动力 现在按 你现在弹内了 对 然后再弹内了 你按一下 这个手按到这里 起来 勾 然后再跳 然后再起 一滑 如此 再弹 不可能 也不能 好 一滑 我 一滑 手 有 我们 рас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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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